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现在这个2020年 这已经全部世界都大洗牌了 再走传统的话 真的 度不了现在年轻时下的人 对啊 真的 老师的看法对不对 这位老师 有佛缘 看出来 有佛缘 欢迎加入光头俱乐部 是 但是何处法事 所以您就讲时代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 也会很多网友好奇 您一天的行程是什么 有固定做什么功课 念什么经吗 我刚开始也是非常传统的 什么吃素 跪 拜 我都是 将近前面的十年 我是后面十年以后 蜕变了 我觉得这个 很多人问我 法师你到底在修什么 我修四个字 万教为善 你们要搞清楚 这个为有境界 它不是行为的为 万教为善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在那做善事 对不对 真善为善 还不知道呢 是不是 还有什么叫万教为善 一个口再一个 追 加 叫做唯一的为 这个唯一的 这个有境界 唯我独尊 唯我阿拉独尊 上帝独尊 唯我道教独尊 唯我佛教独尊 这个唯一里面有对待 有对立 有对立就有对待 有一就有二嘛 对不对 有对立就有对待 有对待就有矛盾 有矛盾它就有冲突 所以它这个是有境界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井底之蛙 那我们就是尽量博学一点 所以我什么教我都深入过 一贯道我也进去过 我是新义主何老前人坐下 我也修持过 基督教两讲 我们两讲中正 两讲的家庭牧师 周莲华牧师 为我在怀恩堂 我也受洗过 你也受洗过 当然 我在基督的法门里 熏陶了三年 也是主内兄弟姐妹 你也是主啊 没有 兄弟啊 我还没 我还没 你还没 你跟小哥一样 还不受洗的不算 但是我后来跟耶稣请假了 主啊 请你原谅我 因为我怎么看得像外国人 你的圣经我读不懂 主啊 在玛利亚的世界里 我也熏陶过了 道教 那我在江西龙虎山 我也是高宫道士 对了 在台湾的神教 我兜头坐三年 你兜头坐三年 我也拜托 什么市民 我都闭过了 我的老师 守护千水 座公 座公是我客牙的 我干爹 是哦 我还有干妈 干妈是谁 戴一尊 王母娘娘 是 母娘娘 我告诉你 我学兜头 我的徒弟会起架 你们在高雄的时候 我从文案干到武案 文案就是要磨磨 对不对 那武案就要当法术 有时候神明一批批的满头 都是血 我就要机会直血 王记给他打烂 我说这些我都 我都不要讲玩过 法师你真的会 这些道教的这些 我说道道 我记得王新郎 怎么会说台语 我就是坐兜头 一些欧巴上 门当门塞 我跟他讲狗语 他听不懂 我只有练台语 所以 我在那个境界里面 座公师傅 他是我的老师 教了六年 九天玄女 也教我很多的登法 所以学到后来 当我变博士的时候 我知道 万教不是用行为法的 为来做出来的 也不是用唯一的为 我这个教就对了 我是树心旁的为 万教为善 他心里面无时无刻地在善 哪有什么教派 所以法师现在每天的功课是什么 我也不记得在那边 跪在地下 在那边念到半诗 我在运动中就做功课 运动中 你看我像十七岁吗 在法师面前 好像不能 我就快十七了 对 是 快了 十七岁我要举办一个盛大的记者会 大家来检视 我像不像十七岁 这个很容易 我就在运动中拿着马表 一边运动一边修大悲咒 一边念往生咒 一边念心经 运动的时候 每天运动快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 不要念那个 念别的 念什么 阿弥陀佛念念都快被人家抬出去了 我是修药师法的 药师法 你说的是西方法门 阿弥陀佛念太久都会被人家抬出去了 我是修的是东方法门 消灾严寿药师佛 随心满怨药师佛 过关肚难药师佛 解凶解恶药师佛 我最近这个劫财风波 我也是求药师佛 就还赐给我一个神毫 神毫啊 你有没有看新闻啊 神毫 神毫 抖内我啊 抖内他一百万美金啊 让他度过这个钱关 你知道啊 对 我知道 很多人都说飞哥小哥给的 他们化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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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 他们两个叫土豪啦 那不叫神毫了 对 就有人讲说那个神毫是小哥嘛 不可能啦 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 忽然有人跳出来 要抖内钱 要帮助法师 度过这个难关 那为什么飞哥跟小哥 他们不就直接帮法师忙 还要转化一个生根 不让别人知道 那因为小哥那时候去找了法师 跟法师说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就是要还俗 对 你不要再去做这些佛教的事情了 你做佛教干嘛 做到后来信徒背叛你 对 因为他也是被信徒所累嘛 他没叫我还俗 他就说你别再搞这个佛教 对 为什么要你还俗 他叫你别再做了 也没有说叫我还俗 就是你还不够吗 你到后来被信徒背叛 对不对 为他背了那么多债 对不对 对 如果搞一个男人 我还爽到了是不是 被一个老女人骗了 真是气死我了 对 所以他后来就到美国嘛 那美国的时候就是有人就 因为法师有在做直播 对 那就有一个神豪 就是他也不认识 就直接跟他说 我可以抖内你 帮你渡过难关 捐款 捐款 英文叫抖内 对 对 刚好是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会 他本来也半信半疑 后来还真的账号给了他嘛 他就会了一百万美金给你 对 我半信半疑 对 他说 那个人打电话给我说 师父我们不能让你垮 你到底差多少钱 三千多万 我早知道讲多一点 对 所有事情全部解决了 对 就跟财道上的兄弟讨论好了嘛 这些事情就处理好了 圆满 经过律师跟财道上的兄弟 他们也谅解我嘛 就 当然有某种的优惠之下 圆满和解 谢啦 财道的兄弟们 对 对 那所以说因为这件事情 回来之后 法师友上了节目 跟开记者会讲嘛 是 所以就有一个说法说 那会不会是 最后小哥还是觉得 没有帮你不对 干脆来化为这个神豪 对钱给你 你为什么绝对不是小哥 绝对不是 就是我以33年借纳的一个立场 绝对不是 非哥跟小哥他们帮我的 绝对不是 如果是呢 我就会 不要说了 出家人不可以就杀 絕对不是他们两个 今天 为什么有说人家都是 弟子供养上师 就您这个门派 您这个道场 什么师父供养弟子 这个就是我最生气 非哥 这一点他就胡说了 我是靠上我身边的弟子 厨房的啦 念经的啦 这些徒弟啊 打扫这些最贴身的工作人员 怎么会 怎么会少到去 去带 去供养信徒呢 对不对 信徒会供养我 都已经很有钱 怎么还要我来招待他们呢 没这回事 是 所以说刚才讲那个 小哥是不是神豪 化身神豪 对 No 绝对不是 不是 帮人 还帮养物